亲爱的马来西亚同胞,很久没有见了。 今天是天明日。 这次由我们的首席部长、 超官友跟其他的候选人 跟大家讲解对槟城的重要。 我要拿一点时间来接触。 这次的大选对马来西亚的重要。 我们的首席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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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首席部长。 马来西亚这些四年二十年, 接接向后退。 我们输给台湾。 台湾五六十年前多么穷, 现在多么富有。 我们输给新加坡。 新加坡为什么会为美大? 马来西亚人, 离开马来西亚到新加坡。 我们输给南韩, 输给香港, 输给越南。 这样子下去, 我们会输给中国, 印尼, 印度, 甚至我们称为东南亚的病夫。 我们会像西兰卡分裂, 失败, 贪污的国家。 我们要有我们的子子孙孙, 长大在这种的情况吗? 不要。 所以这次的8月12号的选举, 很重要。 因为将翻验出, 到底我们会又再生起来, 成为世界级的国家, 和使我们继续的衰退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假如我们要为20年, 30年而着想, 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 而着想。 12号去确定, 不只是我们的将来, 他们的将来。 所以, 这张票非常重要。 每一张票, 在外地的, 而子孙, 要他们回来投票。 在外地的亲戚, 要他们回来投票。 因为, 这将是, 确定, 20年, 30年的命令。 在马来西亚, 没有一个种族, 没有一个宗教, 受到威胁。 但是, 有一些人, 要人家相信, 马来西亚, 马来人, 回家, 受到威胁。 这些是为什么, 要恐吓人民。 所以, 我希望, 不只是一个, 青色的浪潮, 我们要一个年轻的浪潮。 因为, 第一次, 在兵州的选举, 18岁到21岁, 能够投票。 我们要看到, 年轻的浪潮, 来期待。 来, 确保, 20年, 30年, 马来西亚, 会, 成为一个, 伟大的, 国家。 不是一个, 失败, 分裂, 汉部, 的国家。 所以, 你们这张票, 将确定, 不只是, 8月12号, 将确定, 20年, 30年。 所以, 我希望, 在8月12号, 不只是并称, 写中, 像美兰, 甚至, 并称, 我们有更好的成績。 我们有更好的成績。 但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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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银, 比较, 比较, 加密尔, 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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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为一国大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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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25 negara di dunia yang kurang korup sekarang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pa kududukan Malaysia? R61. Kita sekarang Anwar Ibrahim kata kita mahu R25. Bukan senang. Bukan senang. Dalam 1995 tahun pertam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keluarkan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masa itu 41 negara sahaja. Kita duduk rangking 23. Selepas itu kita tatuk. Sehingga 62.2021 dan 61.2022. Bolehkah kita naik menjadi 25? Itulah akan ditentukan keputusan 12 Ogos. Kalau kita memberi sokongan kepada kerajaan, kepada Pakatan Harapan,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Mungkin kita boleh. Kalau tidak, habislah. Kita akan terus mundur, terus menjadi satu negara yang gagal. Anak kita, cucu kita tidak ada harapan. Kita akan terus men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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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